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祝大家圣诞快乐 还有新年快乐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很适合节假日化的妆容 就是这个Charlotte Tilbury Inspired红唇妆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关注 我会分享一些关于美妆 史上还有生活类的视频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这个妆容呢是照着CT的一个化妆教程化的 非常的简单快速 我已经提前上好了底妆 我们直接进入眼妆部分 首先第一步 沾取一个珠光的肉粉色 作为打底色扫在整个眼窝 接着沾取一个棕红掉的珠光色 来加深一下眼窝的轮廓 着重扫在眼尾处 同样的颜色扫在下眼间 接着沾取一个深一点的棕红掉的哑光色 扫在睫毛根部画一条眼线 接着沾取一个珠光的香槟色 来提亮眼窝中心处以及眼头 眼影部分就完成了 拿出一支棕色的眼线笔来画眼线 棕色眼线能让整体的眼妆 看起来更加的柔和 下眼尾也稍微用眼线笔加强一下 接着夹好睫毛 刷好睫毛膏 这个眼妆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夹了一副假睫毛 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加有神和隆重 不喜欢假睫毛的朋友可以跳过这一步 接着我们来修容 还是用的Fenty的修容棒 扫在颧骨、下巴、额头以及鼻翼 用粉底刷或者美妆蛋晕开 接着我们来修容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的高光我用的是CT他们家的这支液体高光 它是一个比较湿漉漉的效果的高光 对于油皮来说秋冬用刚刚好 夏天的话会稍微有点出油以及化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用粉底刷沾取了一点来提亮眼头 我没有红色的唇线笔 所以今天我用的还是一个裸色的唇线笔 先描绘出一个饱满的唇形 涂红唇的话会比较好看 接着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红唇部分啦 我用的是Colipop的Avenue 因为这支口红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稍微有一点点干 不太好涂均匀 好涂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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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接着拿出一把遮瑕刷 沾取一点遮瑕来清理口红的边缘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干净和高级 而且也能很好的抑制它熨染开 因为今天口红是重头戏 腮红我用的是一个玫瑰色的腮红 和眼妆唇妆能够很好的搭配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评论告诉我 你们都打算怎么庆祝新年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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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